全球在美中冲突 以及美国所进行的对中国的围堵里头 其实情绪是复杂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还是有相当大的经济爆发力 它才有办法支撑现在全球正面临一个 一定会走向温和衰退的全球经济 所以既想围堵中国 又希望中国的经济好 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绪当中 中国交出了第一季 它的经济成长率高于市场预期是4.5% 这4.5%里头最重要的有几项因素 第一个就是全世界很难戒掉所谓的中国制造 虽然现在关于中国的制造 在各方面美国都给予一些限制 中国在南方的一些工厂 也都迁移到越南或是部分 有些工厂也必须分散到印度 例如Foxcon 可是整体来讲 大多数的制造 你很难戒掉所谓的中国制造 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中国自己本身 它的产业升级 它的新能源车非常的成功 变成Tesla之外 像比亚迪是最出色的 全球卖的最好的新能源车 在上海车展 扩别三年里头新能源车可以说是首发 而且受尽了追捧 而全球既望中国好起来 但是有几件事情是难以为继的 第一个在COVID三年 又是清零之后 许多人其实储蓄 中国人很喜欢储蓄 这个储蓄那里还是非常的高 不太敢消费 再来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中国的人口红利 不会像过去我们所看到的 源源不绝的劳动力 年轻人的失业率越来越高 也买不起房子 在这个情况里头也不想生小孩 所以中国的老龄化 已经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富起来的情况里头 只是沿海的某一群人富起来的情况里头 老龄化出现 人口增长放缓 在本周印度超过了中国 成了全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 相对来讲年龄也年轻很多 这是中国未来所需要面临的 长期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所看到 中国交代的成绩在并不代表 中国就会在过去 我们所看到的双位成长 或者6% 5%是轻而易举 中国的问题只会越来的越严重 生产需求 企稳回升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军民收入持续增加 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经济运行 开局良好 初步核算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4.5% 中国的经济股市场预复 中国的最新的年轻股市场预复 是比较比预复 中国的第一个年轻股市场预复 是在主要预复 它是在第一个年轻股市场预复 三年疫情预复 4.5%年轻股市场预复 是从昨年4.9%年轻股市场预复 但走出疫情风控的阴霾 从中国各地的商场摆货 餐馆和旅游景点的人潮 经济复苏是显而易见的 国门重开后 首季入出近达6500多万人次 已回到疫情前7成5的水平 除了暴富性出游的路客 又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景点 有中国外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 在时隔风控疫情的三年后 也重现万商云集的场面 本届广交会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 展览面积和参展企业数量 均创历史新高 海外买家借不掉的中国制造 让三年来首次线下举办的广交会 仅第一期五天的展会 就有126万人次参与 因为我们三年没有来的中国 只有我们通过微信 通过网络跟他们练习 然后就是更好来看 他们今天叫他们的产品 然后用那个手艺舌摸一些 然后他们的产品 然后就感觉非常好 同样阔别三年的 还有上海车展 在残年全球最大车市的中国 全球各大车厂都不想错过 这个一年有近3000万辆新车销售的市场 而别了三年的疫情可谓一致爆发 150多款新车选择在这里首发 且有三分之二是新能源汽车 老厂排德国宝马就一口气发表三款新电动车 且会凸显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整个管理团队带了半个董事会的人马 从广交会对中国制造的追捧 到上海车展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一个是外贸 一个是内需 都凸显了在后疫情时代 中国重回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以德国保时捷最新的财宝看 手机在全球交付8万多台新车 最大单一市场中国就占了21365辆 年增21% 日本优异库也因中国市场复苏 此前半年的全球利润增长了16% 达2202亿日元 创历史新高 而法国巴黎股市的CAC40指数 近年以来已上涨16% 如此高歌猛进 是投资者看好中国消费市场升魂 纷纷买进法国奢侈品牌的股票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 包括爱马仕、开云集团、LVMH和欧莱雅的股价 都已飙涨25%以上 我们预计中国将在今年一半的股市场升广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中国的资金会支持全球的股市场 我们预计中国的股市场升广 每一%以上的股市场升广 总共是0.3%以上的股市场升广 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基于银行业危机、高通膨与恶物冲突等负面因素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再下调至2.8% 但对中国却有5.2%的预估 罕见的高于北京官方5%左右的增长目标 事实上中国第一季量力的增长 主要来自超预期的对外贸易 特别是以美元季的三月出口年增14.8% 远远高于市场预估负成长7% 其中被称为中国出口新三样的电动汽车 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爆发式的年增66.9% 此外首季内需消费增长5.8% 而三月更暴冲到10.6% 也高于预期的7.4% 出口和内需意外撑起了中国4.5%的经济增速 但却也是官方认为最难以为继的 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依然复杂 外需增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制约仍然存在 工业产品的价格仍在下降 企业效益还面临不少的困难 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三月的广义货币供给M2 再回到两位数增长的12.7% 去年因疫情风控人们不花钱 人民被存款创纪录的新增26.26兆 今年首季再新增15.39兆 疫情伤痕效应尚未消退 消费意愿尤其是大宗消费需求回升 需要时间 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2% 仍然低于疫情前27%左右的水平 随着金融支持效果进一步显现 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回暖 中长期看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这又延伸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问题 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能高达19.6% 而随着今年中国大专以上毕业生 首次超过1100万人投入职场 就业形势似乎难以改善 年轻世代的躺平主义恐怕更加盛行 回过头来又冲击了中国的内需市场 而去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 比2021年减少106万 是61年来首次负成长 慢慢消失的人口红利 老龄化问题也逐渐浮现 短期的量力数据 却难以表现出中国更长远的经济隐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攀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